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报导真相 针扁时弊 需要勇气 更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like share 多点留言 和按下个superfans 帮助我们一起撑下去 12号 医务卫生局局长 盧重茂在立法会 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讲解 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 试行计划 不讲不知 原来计划受惠者 不像香港人 卢局长表示 香港拥有高质量医疗专业 和高效率的医疗系统 因此非香港居民 也可以受惠于该计划 2023年的施政报告 提出跨境医疗 报考推动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安排 12号 盧重茂在立法会 讲解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 就推进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 试行计划的最新发展 卢局长表示 目前香港和内地以及澳门 没有医院之间的陆陆直通救护车 运送服务 内地或澳门的病人要来香港就医 其中一个方法是救护车车过车 即是在口岸将病人由内地或澳门的救护车 转到香港救护车上 但车过车的方法可能引致延误 带来额外的医疗风险 因此 香港政府和深圳市 和澳门政府决心实施 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 并敲定细节 第一阶段 会先试行 以点对点的方式 单向由澳门和深圳的试点医院 到香港医院管理局的指定公立医院 他介绍说 第一阶段 大部分使用回港单向直通运送的 应该会是香港居民 例如 港人在内地或澳门 遇上严重意外或急病 而他的情况 经当地的稳定处理后 需要返回香港继续接受进一步治疗 跨境直通救护车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发挥他的功能 不过 他表示有关的安排 不应该也不会只限于香港居民 强调香港拥有高质量的医疗专业 和高效率的医疗系统 一些危重复杂病症的病人 可能要到港接受高难度医疗程序 同时也可能要为国际旅客 提供突发应急医疗服务 医委会在12日刊宪 为计划中随救护车来港的澳门 及深圳医疗人员作有限度註册 确保他们可以在病人转换期间 提供持续治疗 强调香港不应该关门拒绝非本地居民 不应该自我封闭 计划宣布后遭到不少评击 有网民表示 表面上是救死扶伤 实际是用香港资源去医治非香港居民 内地人在内地医院治疗 为什麽要用白车运来香港公立医院 什麽逻辑 内地居民送香港公立医院有没有搞错 医员走数哪个给钱 医死了又要运回大陆 扩得白车就一定是急症 一定是担保医得好的吗 那麽多问题 为什麽不想好答案先说话 局长 表中都要有些料到 还有网民问 局长知不知香港医疗系统在爆厂的 那香港人为什麽要交税 不要自限香港市民 纳税给港府了 澳门深圳市民都要交些税给香港 中有留言嘲讽说 局长太孤寒了 应该免费给全世界 直接取消了关口 香港彻底融入大湾区 今年是不是应该做公务员 已经成为一个良心考问 因此不少人离职 公务员也不再吃香 据政府文件显示 公务员职位空缺增至近2万人 另外有报导指 目前政府敏感部门有大陆伸血加入 香港公务员被大陆人带换血 或静在到发生中 公务员事务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 截至2024年11月底 公务员编制约为19.2万 但实际人数是17.2万人 公务员空缺数目增至近2万人 以人数计 最多空缺的依次是警务署 食环署 教育局 卫生署 康民署 呈教署 以及香港海关 警务署编制为37,993人 实际人数为31,156人 上缺6,837人 控缺率为18% 食环署编制为1,492人 实际人数为1,0256人 上缺1,236人 控缺率为10.8% 公务员辞职人数有明显上升 在2021、2022年到 及2022、23年两个财政年度当中 分别有3,734 以及3,863名公务员辞职 比起2020年、21年到的2,000人超出一倍有余 辞职原因包括健康或家庭理由、 进修、转职等 上年度而警务署辞职人数最多 其次是康民署和卫生署 依次是307、291、270人 对于职务空缺增至近2万人 公务员事务局给出的解释是 出现的空缺原因包括退休、辞职、 为推行新措施及改善服务而开窃新职位等的空缺等 但并没有提到移民因素 有前公务员透露 身边不少同事辞职是因为移民 很多公务员即使宣誓后也不想效忠 做下去发觉没有办法再骗自己 唯有辞职、举加移民 香港公务员人数不够 北京会不会直接派大陆人进入敏感部门呢? 昨天节目报道 无国界记者驻台北代表巴奥兰 入境香港被拒 他在接受最新闻采访的时候透露一个细节 引发关注 巴奥兰表示 在香港机场被盘查期间 入境处职员的英文并不流畅 他重复地以很慢的语速逐句向对方表示 自己在 Refal Brodes工作 总是这样 对方仍然听不明白 这样令白奥兰感到惊讶 更加令他惊讶的是 这些职员竟然可以说流利的普通话 因为白奥兰在台湾工作的关系 他懂得说国语 所以只好跟对方用国语溝通 他强调不是他想说国语 是实在没有其他沟通途径 不都不讲国语 不少的网民推测 大陆人已经进驻香港政府的敏感部门 例如国安署、入境处 就好像2019年反送中期间 大陆武警混入防暴警察之中一样 有留言推测 甚至他的人理论上即刻不低 英文不应该差成这样 国语这么流畅 又负责边境事务会 是什么人就自己想啦 说白点 别着着入境处制服的大陆国安 老公都是香港人的越南类首富 兼房地产大亨 也就是李嘉诚的越南当地合作伙伴 张美兰 被指控诈骗金额达125亿美元 在4月11日被越南法院判处死刑 她的港人丈夫朱立基被判囚9年 一向被认为眼光独到的李嘉诚 今次似乎都老猫少数 她因越南的生意也难免会受波及 4月11日 据法新社和美联社等媒体报导 67岁的张美兰 被越南胡志明市一间法院判处死刑 她被指控诈骗金额达125亿美元 在越南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案 张美兰之前一直都是越南金融界的核心人物 她于1992年创立万姓法集团 从事房地产、金融、餐饮及酒店等业务 2006年张美兰瞄准了香港楼市 花费8亿多港元 搞定了新鸿基地产开发的 位于香港私分道8号的多个豪宅单位 顺利到过2008年金融危机后 张美兰捉住了房地产红利旗 曾经卖入了大量黄金土地 尤其在越南发展最快 土地价值最高的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的建筑地标 西贡时代广场 就是她旗下公司开发的 2022年 李嘉诚由英国出售部分资产 撤离资金不久 就为这些资金找到新的棲息地 越南 如今 李嘉诚的越南当地合作伙伴 万姓法集团董事长张美兰被判处死刑 相信成哥在当地的三二 难免会遭到波及 而李仲越南有史以来 最大的金融诈骗案 涉案人数更多 合共有86位被告 当中包括两名香港人 数码港董事局前主席林嘉莉 以及西局商业银行 前董事长成员孙克强 林嘉莉在越南出生 九岁来港生活 持有香港身份证 后来居家移民加拿大 并在989年回港发展事业 并曾任中文国际董事总经理 协助中文香港上市 2016年她担任数码港董事局主席 至2022年3月底卸任主席职务 另一名被通缩的港人 孙克强 现为宏基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 曾经担任涉案的西贡商业银行 前董事会成员 曾出任多家国际银行 会计司行 香港机场管理局 及资讯科技公司之行政职务 曾经是中大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之 独立非执行董事 孙克强在香港仍然有担任 湾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及境美国际有限公司董事 张美兰的丈夫朱立基 不识越南话 说不知在越南时代广场抵押文件内容下 相信妻子 两道签存文件 最终被判囚9年 张美兰被判死刑的消息公布后 迅速成为大陆微博热手 不少内地网民由此联想到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 纷纷留言上书中央 说大陆是否应否学下越南 给照办你 部分网友留言说 许家印欠的债死一百次都不够 朱九族不能让许家印后代肯国外享福 亦有人讽刺说 都是中国好一个都不杀 越南比我们进步得多 大陆尊财委在香港找食 不断改良自己的技巧 有港男在网上东冲群组发帖表示 在玉东院附近遇到两名说普通话的女子 向她问路想吃烤肉 问我知不知道哪里有 楼主回答之后 两名女子即刻说 她们的支付宝在澳门被封 现在没钱 问楼主可不可以借钱给她们吃饭 强调之后一定会还钱 OK你真 港男都不笨 之后她就使出绝招 KO普通话女 叫她们去商场找职员帮手 说完就离开了 也有网民说 很多区都有见过相同手法 如太远都出现过相同事件 都是两个女人 我个friend说 在柴湾都有出没 提醒港人小心骗子 更加有网民表示 叫她不要走 狗狗狗可以帮她们 看看她们以后还敢不敢骗人 好了 今天的香港头条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